判断工腔的严重程度 我们主要是对于工腔占联要有一个评分 当然这个评分呢 在国际和国内 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们工腔占联的评分标准 有分好几种 有美国的生殖学会的评分 有欧洲的评分 有美国的评分 目前常用的也就四到五种 对于中国呢 我们有中国的工腔占联的评分 不论哪一种的工腔占联的评分 总之大部分主要的依据 就是工腔占联的部位性质面积 主要是根据这个来评判 工腔占联的程度 其次呢 不同的评分系统里边 当然也会结合患者的月经量 患者的不良孕产的次数等等 还有孕产时来进行评分 总之呢 工腔占联的分级越高 它的程度越重 那么它的愈厚越差 比如说我们 中国常用的工腔占联 分为轻 中 重 当然那就是说 重度工腔占联 它的愈厚是最差的 它的复发率也是最高的 比如说欧洲的评分标准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同样的道理 三级 四级的工腔占联 它的愈厚也是相对比较差的 对 三级 四级的工腔占联